在正式说美国停摆事件之前,我们先来看一下,建墙事件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说起建墙事件,不得不说的是之前大量涌入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中美洲难民潮。 其实说起中美洲难民潮,那更要提美国,就是因为美国才导致这一大波的难民涌入。 至于为什么会涌入加拿大和墨西哥?是因为美国方面自己不想管这些烂摊子,收紧了移民政策,才导致大批量的涌入墨西哥和加拿大。 之前为了收容这些难民,加拿大把蒙特利尔的著名地标建筑之一,蒙特利尔是奥林匹克体育场,作为这些难民的收容所。 从去年一月份开始,就有将近五千名难民非法打入境加拿大。 这些难民也导致加拿大的很多城市公共资源拥堵。 加拿大的国内民众也是怨声四起,一些抵达墨西哥边境的难民,都被安置在墨西哥加利福利亚州的地华难市。 但遭到很多市民的反对,很多市民纷纷发起示威,抗议这些中美洲难民的到来。 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难民涌入地华呢? 很多网友表示,地华呢被称为史上枪击案发生最多的城市。 很多人会选择从这里偷渡,可能也是这个原因。 那么多的难民才会选择地华呢吧? 不过美国对于这些难民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温和了。 这些难民被称为非法移民,并且对这些难民的审查非常严格。 去年11月份的时候,美国总统下发档案, 在庭位这些非法越过美墨边界的人提供庇护申请, 并且美国方面为了出现越境事件,在很多地方加固了铁栅栏。 此次修筑边境墙很大一部分原因, 就是想将这些他们口中所谓的非法移民党在美国进来。 这堵墙建好之后,美国就可以摆脱困扰美国多年的非法移民和其他毒品泛滥问题。 但建墙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如果要建墙的话, 要经过沙漠、农田、河流及山脉等地区, 不仅成本高,难度大, 而且很多地段都是有争议的边境地段, 要实现特朗普的理想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。 之前为了取得建墙资金, 特朗普提交了建墙的经费申请, 但遭到美国参议院的拒绝。 后来众议院又紧急通过一份包括57亿美元建墙款的修改版法案, 但也未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。 也正因为此事, 特朗普宣布政府停摆, 并关闭了部分机构, 并停止了相应服务。 到2019年1月7日, 美国政府已经停摆快20天了, 此次停摆美国大量的国家博物馆和动物园遭到了关闭, 并且国家动物园里的镇园之宝、 大熊猫都停止了网络直播。 近期, 美国芝加哥运输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因无法获取报酬。 很多工作人员都请了病假, 虽然没有造成影响, 但难保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效仿, 不过特朗普可能因为实在坐不住了。 在7日宣布将对边境安全问题发表全国讲话, 解释自己修建边境墙的合理原因。 但对于他的举动, 很多媒体都表示质疑, 美国建墙拨款谈判失败, 美国政府会一直停摆吗? 谁会来打破这个僵局? 直到今日, 美国政府已经停摆了19天, 在这近20天的时间里, 美国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输不到上班报酬, 甚至在一些机要单位。 很多职员大量请假, 工作一度很难开展下去。 日前,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,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时间8日, 面对全美电视媒体发表讲话。 据说, 这也是是特朗欧上任以来, 第一次面对全美民众发表讲话。 很多人以为会出现让布莱解决当前的僵局, 但是在这十分钟里, 美国老大特朗普只是更加深入地讲解了一下关于建墙的现实意义, 并没有任何想退不可解决当前僵局的意思。 此次讲话也算是引爆了媒体, 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。 有人说, 这位总统还是忠于自己当初给自己的民众许下的承诺, 但其他一些不买账的人也表示, 这是变诸法帝要建墙费, 因为当时是在晚上九点, 也就是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里发表的讲话。 很多电视台的收益都受到影响, 到一月十日, 美国政府已经停摆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。 为了解决这一僵局,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民主党领袖, 但据各方的报道, 此次谈判失败了, 特朗普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谈现场。 据知情网友称, 此次谈判特朗普坚定建墙立场, 导致很多民主党人不想参与讨论。 之前就有人表示, 特朗普之前就表示, 如果建墙事情没有解决, 他不介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 采访到参加此次会议的民主党人员表示, 总统特朗普坚强立场坚定, 赛会上只要听到反对声音, 马上表示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。 不过自己立场是坚定了, 政府摆停的僵局怎么办? 民主党会不会退步? 如果不退步呢, 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, 会不会出来解决这一僵局呢?